只剩下Vivi跟她PK 來 我們請揭曉 名傳大學商業設計系的Vivi OK的啦 OK啦 不錯 對啊 我們看一下Vivi的上部好不好 Oh my God 展現自己的曲線美 哇 Vivi所拍攝的性感照風格 大多都是走日系辣妹的感覺 看她的姿勢 彷彿就像日系辣卻走出來的MODEL耶 這樣看起來Dolly是唯一一個這個 比較面牆壁的人 對不對 但是其實我覺得他們四位的表情都非常撩人 是 Ken哥 沒有錯 你一路冷靜到現在 你要不要來發表一點評論 其實我覺得這個Vivi的部分呢 我是覺得她帶來我的遐想比較多 因為 妳想想看 跟第一位 她是妳的菜 不能這麼說 所以說這張 這張照片呢 就是給人家的感覺呢 是比較有聯想力的 像Niko這一張呢 是不是 就算她這個手 完全張開大字型的 她的衣服也都還在 可是Vivi來講的話 喔 妳叫她 袋子已經掉了 對 妳叫她說 Vivi請舉手 哇 投降 喔 了解 男生真的還是有腦的 我們還是有用腦筋在看這些照片 沒有 不好意思 我們不慣超 對啊 不過想問一下你們四位好了 就是說 你們放這個照片是會吸引哪些特別族群會不會 幾乎都是男生 或是部落格都是男生在留言 比較多 會不會反而造成困擾呢 比如說留言的可能都是比較 有個人對你們留下很猥褻的內容 對啊 真的嗎 來一人講一句 妳看到最猥褻的 你說好想吸一口之類的 好想吸一口 喔 喔 喔 兜裡 猥褻的 是有問我說要不要那個 那個 兜 就是 給我錢然後叫我幫她 那個 喔 唉唷 那是多少錢呢 喔 不是 有分很多種耶 都是會有留言就是說要包養你給你多少錢 然後也有那種說叫你幫她 或是說跟她一次 然後 那這個 對啊 喊到最高大概有到 就是有說一個月給我二十萬啊 喔 喔 太少太少 然後叫我一個禮拜陪她一天 喔 喔 喔 那都出得起 出得起 對 City大概吸引的族群都是 應該也是男生吧 可是我比較少遇到留言的 可是就是 就是拍照的時候就是攝影師 就是 喔 不是他不是他 蛤 他沒有 他很正派 對就是有那個 覺得有騷擾 覺得被言語騷擾 怎麼騷擾法 譬如說他講什麼 就拍照拍到一半他可能就說 喔我受不了了 然後就 放下相機 然後就這樣轉頭走去這樣 然後我當下 因為那是拍內衣 就是幫廠商拍相片的 喔 然後我當下就覺得說 那我現在是等著要被搶奸嗎 我只是想要抽菸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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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沒有他後來還有坐下來 就跟我討論 他就講說 就是 他說我的表情 會讓他就是受不了這樣 所以他必須要休息 Bibi呢 有碰過什麼騷擾的嗎 騷擾喔 應該就是外國人吧 喔